如果说年轻人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那么中国的未来很大一部分都被当局封控在了校园内 内蒙古官员12号表示 在呼和浩特封控26所高校共24.1万在校生 山西运城早在9号宣布封控全是63所学校的在校师生 甘肃兰州文理学院7号爆发疫情 学生只能在网上求救 曝光管理混乱导致交叉感染 有超过3000名学生养性 至今官方不予回复 继续满爆疫情 周五 中共官方通报全国单日新增1259例本土病例 其中80%为无症状感染者 真实数据不明 在清零运动下 年轻人失业率节节攀升 官方数据显示 7月达到19.9% 创历史新高 如今中共为了保20大 各地升级封控维稳 继继继加剧失业率和中小企业的困境 我不是说在这里头 我就是进来吃个饭 吃不得不得 还有那个麻烟 我认为这不是疫情的事吗 它是比较政治的事吗 但是我认为不再说 中共何时结束清零 备受各界关注 身在防火墙内的不少民众 还在指望20大后能松绑 但境外许多投资公司和专家已经预测 至少要到2023年3月的两大结束后 并且还不确定 我们希望很多的那些回復和回復 的经济活动会将到2023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史蒂文·巴奈特 14号在采访中表示 IMF认为 中共会在明年下半年结束清零政策 新大人记者雨婷 总好报道